近年来 尽管美方始终没有找到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 却始终没有停止对TikTok的打压 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 就采取巴林行径的做法 扰乱的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 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